今天介紹肩頸痛伸展方法 留意兩件事 第一 背部要挺直 第二 做每個動作時 我們要維持15至30秒 螢光幕是頸部向不同方位稍微停留 留意以下的動作 你會見到向左前方和右前方45度去做伸展 這個做完之後 你可以感受一下非常舒服 做完這套動作 還有什麼動作做呢 你會見到這個動作就是 如果你跑步或運動時 你有水樽非常好 因為我們當作左右手是手握水樽的時候 我們很喜歡一雞兩尾 所以你可以加插上肢肌育訓練 注意上去用力的時候 是呼氣 是慢的 做完上肢肌育訓練 我們又去伸展 當然這個動作 你可以當作伸展動作 或者你拿著水樽的時候 也可以是一個肌育訓練 注意 手打開的時候 慢慢吸氣 手合起來 慢慢呼氣 現在就是手部向後 向前方作出伸展 換個角度 我們可以見到 現在繼續伸展我們的三頭肌 和上背肌肉 左右手輪流去做 差不多到尾聲了 尾聲的時候 就是完全把整個人上背放鬆 可以的話 趴向前面 再用手指趴前幾步